今年的玉米又大豐收囉 小朋友們穿梭在玉米田中 觀察成熟可以摘採的玉米 每人收穫滿滿 孩子們依序分享種植心得 完整體驗了玉米的成長過程 我們的玉米三月破種了 三月下旬定植 五月追肥 六月初收成 在基隆玉米的生長期只有九十五天 怎麼判斷可以採收了呢 我會觀察玉米去是否呈現黑褐色 墨尖端四十元的就可以採收了 哇 這個玉米長得好飽滿喔 今天就能吃到自己栽培的玉米 真的好令人期待 種植時的定期施肥很重要 玉米種三個月就可以採收 所以有機肥料下得多 每兩週我都會倒一小杯肥料 還有一袋一株的種植方法 讓玉米生長得更好 我們是種在每隻袋裡 所以天熱時一天要澆兩次水 如果椰子捲漆就是告訴你要澆水 最怕的是牙蟲 因為牠的繁殖力超強 我會用水沖掉 而在種植過程中 總會遇到不少麻煩 在小朋友們細心照料下 玉米每一株都長得比牠們還高 菜不是被蟲吃了 就是長得好小 採收只能塞牙縫 從播種到收成都是自己來 細心照顧的玉米比我還要高 孩子們開心地展示最新鮮的玉米 玉米甜不甜? 甜! 更酷的是直接煮來吃 原來這就是從場地到餐桌的過程 好Q啊 這是糯米玉米 很好吃軟軟的 真的很好吃喔 更寶貴的是這學習經驗 食農教育是一個從做中學的一個 很好的教育活動 了解到食物的得之不易 它才能夠養成習福愛物的好習慣 習福愛物的食農教育課程 背後推手是吳明德老師 吳老師還教導學生了解玉米虛與玉米損的關係 破除一些常見的農作謠言 培養學生的媒體試讀能力 其實有個迷思就是玉米筍怎麼來的 其實玉米筍就是未受粉的玉米 一顆玉米就一根玉米虛 我們玉米只留最上面那一根 那其他拔掉 那拔掉就是玉米筍 所以我們通常有這個迷思說 玉米筍是不同品種是不對的 孩子們也從種植過程中 顛覆以往的觀念與想法 我本來以為玉米種出來不會這麼高 結果我種了之後發現 玉米種出來都比我還要高 種出來之後發現它熊的 吃的都在同一族上面 我種玉米之前以為 玉米的天敵是蝸牛 結果是牙蟲 收穫滿滿的農作知識 培養辨別真味的能力 吳老師還教導學生 如何辨別芋頭及姑婆芋 那芋頭很好認 你叫認葉餅 連接葉子的部分 葉線的部分 有一點紫色的 那葉餅的位置 你看它連上來的葉子的部分 它這裡其實是有距離的 因為都是新型葉 所以你看它新型葉子的凹處 跟你的葉餅的位置是有距離的 如果是姑婆芋的話 它會是分裂的 它會到這裡 所以很好認 第二種辨識法 我們來看芋頭葉子 芋頭葉子它是不沾水的 它上面可以形成水珠 就跟荷花的葉子一樣 姑婆芋它是有毒的 那芋頭是沒有毒的 可以採收 但是要小心 我們平常吃芋痕 那芋痕其實是有植物鹼的 但是其實你有時候皮膚弄到 會有癢癢的感覺 透過這一次的玉米種植 和收成活動 孩子們不僅學到了農作技巧 也增強了他們對自然的興趣 和尊重 這橫劃三個月的自然課堂 讓學生們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阿殯